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靈 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印 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笔孔当中出三次七 出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七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书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这个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个七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七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书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七 出三次个七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七 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知乎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能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册 啊啊哦哦哦哦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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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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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想法完全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的 现在就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我 我们很多凡夫人就是我的身体 我就是所谓的这一颗躯体 就这样认为的 其实你用智慧来详细观察的时候 我们众生在中心身的时候 没有真实的色神 然后这种形式 后来就是各种前世的业力的吹动 然后父母的不经种子 经乱的种子就是交合 交合之后 自己的意识就是如胎 然后就是昏厥在里面 如胎之后 就开始逐渐逐渐的依靠母亲的身体的温暖 它的样分就是成长 那么成长以后 你降生之后就成了一种躯体 就是成了一种躯体 但是这种躯体呢 一方面就是战胜我们这个因缘俱合的执着 另一方面呢 就是无始以来的众生的这个自我的执着 然后呢 分了就是上上下下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躯体的成分呢 并不是属于我 不是属于我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 本来我 所谓的我是不存在 再加上呢 就是这些完面的这个不经种子 所引发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根本不是是真正的这个我 那么 通过两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 父母不经种子 而形成的这种孤辱的身体呢 本来都是绝对不是我的 这一点就是 大家也是通过一律分析的时候 完全会明白的 但是呢 就是正因为这个传习啊 就是正因为传习完了以后的话呢 你就开始这个执着我 执着我 执着我 我的话呢 每一个人啊 就是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身体 就是这个净乱众子呢 就是把当作自己的身体 这是现在对众生的习惯上来讲是 已经成了这个和情和理的东西了 和情和理的东西 那这样呢 从因理上分析 就是不应该执着的 你就反而呢 就执着我也是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 那为什么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身体呢 也可以就是这样说 就是各种这个 就是有些太僧众生的话呢 就是应该覆没得这个净乱 这个种子而形成的 那么其他众生的话呢 也同样地具足这个四大具合的 加合的这种身体 那么别的众生的身体呢 你凭什么不能执着我啊 就是这一点 从道理上看的话呢 真的每个人都是应该可以有啊 就是你道理上看的话呢 那么对自己也是不应该执着我 但是你反而有了这个传习以后呢 就是可以去执着我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众生呢 就是你可以 就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传习 就是你如果对自己的传习 就是自己的众生 这个众生 就是非常生生的 这个众生 就是我们的众生 就是从这一切里面接着我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真正的那一切 就是我的脑子 就是你真正的那个众生 就是我们俄一拗生的 就是这样那种做作用的 就是这样的 就会与他生俄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来用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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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